她的黃嫻肥腹 看老公越看越討厭 竟是因為睡眠不足 黃醫師 最近有些閨蜜 就是剛生完小孩 然後剛生完小孩之後 就看老公越看越討厭 不想理他 就想說 那你可以幫忙承擔 到底是什麼狀況 就這個預防剩餘治療 在結婚前 你就應該要看過那個趨勢 就是婚姻的幸福趨勢圖 很多研究告訴我們 一開始蜜月期很高興 然後到小孩長大經濟壓力 然後這個夫妻的關係 就越來越冰冷 一直到小孩終於長大成了之後 惡性立業 然後才遇到 所以在我們結婚之前 我們就已經很了解 這事情是必然發生的 只是說科學到底怎麼樣 讓我們看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有很多的原因 我想第一個首顱就是 你生完小孩之後 你的睡眠就不足了 對 然後睡眠就是 你看起來是不開心 其實有時候 你睡眠不足的時候 在家常產後 有人看自己小孩都不開心 這倒是 但是因為母性的關係 小孩還是 你會照顧 對 你會照顧她 我想這是一個很正常的 心理的一個反射動作 那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自己的心情不好的原因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靠著自己 去把這個情緒轉移 或者我們靠不了自己 但至少我們可以 跟另外一半坦誠 就是說 真的 為什麼會看你越來越討論 是因為這樣 你可以怪我 你可以不要怪我 但是我大概就是有這個情緒 可能是暫時 那最重要的是 真的已經沒辦法 婚已經出現裂痕的時候 你可以找心理諮商 或心理師 或婚姻諮商 去幫你搭一個橋樑 跟你老公之間 有一個比較正向的溝通 藉由第三者的幫助 也許之後 你的這個看他 越來越討厭的事情 就會越來越少 而且進入到我們剛剛講 二次蜜月的階段 雅姐